臭宝的欧洲木秀球养的快要不行了 咱们今天继续挑战 花友寄什么花就给他救什么花 话不多说先开箱 这是欧洲木秀球啊 你寄个来干啥呀都死了 你还刮了刮树皮都死了 你寄个来干啥呀 啊 成香 怎么说 他们给他做一回法衣呗 这是死的了 已经死了 不排除是肥料烧死的 这一颗不便宜呢 被他玩死了 挺厉害的 像这种状态呢 看起来像是肥烧死的 水大 秋光通风烫 两颗 一颗欧洲木秀球 一颗另外一个 只跟我说了欧洲木秀球 只跟你说了欧洲木秀球 他感觉欧洲木秀球还能救是吧 然后寄过来 它是这一个大嘎的 这个看不出来是个啥了 这个应该是个海棠啊 这个已经死了 这个已经死了 花友 你看这个树干 这里都已经发黑了 没有一点绿意了 这个金就不合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也是水大 秋光通风唱 嗯 水大秋光通风唱 这两个都是水大秋光通风唱 根都发黑了 这个扔了吧 这个水大缺光通风唱 这个也是水大缺光通风唱 你看这个口它都不是新鲜的了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根就没用了 这一根 这一根就已经嗝了 连新鲜都不新鲜 这个还能凑合一点点事 看到没 还有一点点绿意 你讲的时候 你别跟我一样 随便讲 我看到下面它有牙脸 就这个位置它有牙脸 不过也发黑了 估计也要嗝屁了 这个根 你看到没 根都发黑了 这种根都已经死了 没用了 这根都已经死了 一点用都没了 也要嗝屁了 我记得我们家 好像还有小的无红木銹球呢 这种根直接就拿掉就是了 这种根一点用都没有 都已经死了 现在就是要剥离这种有价值的 这种没价值的 直接去掉就行 一点点用都没有 都没有旧的价值和必要的 真的坏肉 都不够你的快递费 这个 挺好的一个欧洲木銹球 就是水大 烧光通通畅 当植物出现状态不好的时候 不要尸肥 不要嘎嘎的 一个根的毛巾尸肥 对 就留着一点点 然后这边的一根也给它去掉吧 洗一洗 你看它寄过来的那么大一个箱子是吧 嗯 你前后能对比一下吗 最后出来这么一小点点的 你看我这样洗它里边还有肥料呢 肥料用那么些干啥呀 肥料 到这个心里边还有一点点这个根还发黄 其他的都已经发黑了 在里边还有肥料呢 它是用多些呀 我觉得就是 它认为就是这个心里边多给它裹点这个肥料 它能长得好 所以多裹了很多的肥料 我还得再冲 现在就是靠它的一个本身的母体营养 还有它自身的奇迹发生了 没办法了 你就种吧 用老花一来通用配方土 直接种上就完了 也不研究它了 爱活活爱死死 不行这个盆太深 这盆不适合 加工一下吧 盆太深了 先救火要紧 为了加入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作为底土 这个根我就没有修剪特别狠了 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修剪的特别通透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往水里面加一些个生根液 用到的是会玩的强力生根液 眼花又会玩 省心又省钱 少用一点点 杜菌灵来一点点 因为它这个呢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伤口 好了 差不多了 给它当个玉皇大帝 好了 等一边就 能不能活就看天命了 进人事听天命 将来呢 放到一个 就放在这 也放 哪都不中 就中到我们那个通道里边吧 光照不是很强 通风还挺好 这么大一个箱子 拜拜 拜拜 我这么欢迎 你会最在意 拜拜